它就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多边形 那比如说我今天的刚好 如果刚好要贴齐这个圆的话呢 那我就直接在下方或者上方都可以点一下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所谓的内切与圆的多边形 那再来我们再练习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外切与圆好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外切与圆一样点一下多边形 再来的话数量选择6好了Enter 然后呢它说中心点当然一样找到圆的中心点 那直接这个地方输入什么呢 CEnter就可以了 那半径的话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用Pont的话 有没有这个地方外切 就是外面这个部分有没有 然后在上面的端点点一下 或者直接你半径也可以输入30也是可以按点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多边形式内切语言跟一个外切语言 然后那最后当然你可以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标注 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 我们可以标注它的 比如说它的这个半径 半径的部分 那就可以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标注 所以这里的话呢 比较简单的做法 第一个记得就是先新订一个图层 然后呢在旁边先画一个多边形 在练习在这个地方先再画一个圆 那这个圆的半径就是30 那你再选择内切跟外切 这里的话我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